《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这多少 可能是这 有没有?没有那么远好像 一米 一米吧 是不是一米 行 你拿走就可以了 好 所有这都是八十 把这个一八十 只要有八十就 感觉就很不一样 第一次展览和这次展览 都是以天人之地做主要的标题 主要的想法是 就是我脑子里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给大家表现当代艺术 因为我们一般用的一个方法 是用历史的方法 比如说中国当代艺术是怎么发展的 有八十年代 有九十年代 有现在 从世界的美术史也是这样 比如当代艺术 比如说从印象派开始 然后有后期印象派 按照一个时间轴 我们可以说是历史 就像现在我们这个展厅 就又有西方艺术家 又有中国艺术家 都表现在一个时间轴 就很难盘 所以我的方法呢 就是说想一个别的方法 就是超越历史 所以我就引进了这个神话的概念 因为神话有时候先于历史 它有时候讲得很宏大 也不一定都是人的活动 还有这个天啊 还有很多的原始的 还有这种混沌的 苍茫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个展览呢 第一个展览也是这样 它有一个历史的线索 有一些个展厅 它是展览这个历史的发展 但是像大厅里的作品呢 它往往是一些个东西 你不是马上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但是它很有力度 它很有神秘感 所以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是艺术家 他脑子里的想象力的产生的一种东西 就往这边的可以吗 就一直往再往前 一直到石纹脚底下 再往 不是就是那脚 对对那 再往这边 就是石纹脚前头那 对我觉得那比较好 很多观众也会在上面看一下 对 它常常这些东西都在上面看 特别好 它并不是一表现一个世界上 真正存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些艺术家呢 虽然国际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但是他们有时候在追求一种 想象中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天人之计呢 还有用英文来说呢 就叫神话历史 就帮我抓住这两种讲故事的方式 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艺术啊 看得容易看得太死 好像艺术某个作品只有一个意义 然后你要看不到这个意义 你就不懂 实际上很多艺术它的作用 它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意义 而是它给你一种冲击力 或让你感觉到什么 但是感觉这东西并不是马上就抓得着 说得出来 如果能马上就抓得着说得出来 可能就不需要这个艺术品 所以神话部分很多这种东西 我是觉得艺术家创造的时候 它也不是有一个很强的主题性 它可能是感到某种力量 它希望用一种方法把它传达出来 比如这件作品 我们在这做着这个作品 远处一看 宏大也看不太出来 在上面看 但你走进或者上来一看 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比如这个鸟什么东西 它不是一种因果关系的 你也不能说 从这个鸟在这传什么意思 谁都说不出来 艺术家也说不出来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追求 那这种有一点荒诞 有点呕和 但是又让你想一些个 有点梦境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就很好玩 这个大厅可以把它想像一个场 它不是随到一个线性的 像一个展览的一个回廊 或者走廊 那是另外一种展示的方法 也有点像我们读书 往往是一个线性的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 现在的诗人 他也做一些工作 让你产生一种场的概念 这个大厅 我就打破这个线性 让观众进入这个场 然后去发掘 这个就有点像这种考古学的味道 他来发掘出他的不同的角度 每个人进来的角度不一样 他看的东西不一样 他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些都是希望如此 并不是说大家都来表现神话 不是这样 而是一种比较一种超知识 超这种历史 这么一种天地鸿蒙 对 对 韩语 对 而且有一种诗意 听里面呢 就独立性相当大 首先他的游戏规则变化 追求的并不是这种诗性 进去从这个后面的一到三厅 他已经是延续历史在走 因为这个张建军的这个早期展览 就是他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作品 所以一下把我们从上海的这个当代艺术的开始 所以通过他一个人的一些作品 就把这个观众带到一种比较现性的 又一个人为主的一个一个厅的个案研究吧 就是比较个案性质 那这些个案连起来呢 还是从八十年代一直到楼上 就是比较更近的 我们叫三个艺术家的进座展 所以他有一个时间 但是在大厅里没有这种时间的维度 只有一种想象的维度 而且这种构建呢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 或者卡塔兰什么都进入这种场域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国际和文化 或者历史的一种 中间往往有一些个边线啊 或者隔绝就会被艺术打破 因为历史还是一个很文化和种族 或者国际非常强的一种 不是弥漫性 但神话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 那个国家都有神话 都往往有一些个接近的因素 因为神话学里常常谈这个东西 比如创世纪的神话 大家都有这些东西 大家都有什么 对 都有这些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在那种层次上 可能这些个不同点可能会互相渗透 就造成一个很多个线条 它不一定重合 但是它不一定是单线式 我觉得如果这种设想 比如说我们在追求一种策展的当代性 这个不是艺术的当代性 也就是要找到这种可以反思一些可能现在的问题 现在应该不是当代性 而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是这个现在这种时间能转化为 我们变成一种知性性 知识性的反思 那就进入我们的一种当代性的思考 所以这种比如说是一个新的问题 怎么把这些个作品放在一块 比如很简单是余先生他又收集外国 又收集中国 这些东西当然也可以分开来展 或者找个主题压缩一下 当然没什么意思 如果能用这些东西真 就像你说的如果他能证明他是艺术品 他应该有这种能力来进行渗透和弥漫 那如果艺术品都不能渗透和弥漫 那就可能他本身就是很教条式的东西 在中国优优独播剧场,优优独播剧场,优独播剧场,奈与你